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频道 我是Kif 我是金灵 然后最近我们一直Craft for北京烤鸭 所以今天就来到了 Asia Square的玉宝北京烤鸭店 我们其实有提前议订了 因为烤鸭一定要提前议订 所以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Let's go 我们已经进来了 然后我们有预订了一只北京烤鸭 然后现在就要看还有什么其他东西要点的 然后菜单看起来很不错啦 给大家看看一下吧 OK 我们已经点了 所以我们有点了一只烤鸭烤鸭 然后之后这个肉我们会来做椒盐 之后我们就点了一个脆皮瓜肉 就是烤肉啦 然后一个鱼香鞋子包 然后一个鱼 我们就等这些东西上菜啦 然后感觉上这边的环境还蛮不错的 还蛮舒服一下的 OK 第一样来了就是那个烤肉 我们就来试试看吧 然后沾一下这个 mustard 然后沾一下这个 mustard 然后沾一下这个 mustard 它烤肉的皮还蛮确的 就是说你咬下去的时候它是没有很有脚性的 你去讲什么都会弹的啊 会弹的啊 嗯 弹的 它不是很像葡萄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你咬下去它的那个酸肉就是很蓝的 然后它就是有那个脚性的 难得Sindy有这样多comment哦 就是很不错吃一下啦 虽然有一点小贵 可是则是比普通里能够吃到的烤肉好吃 OK 我们现在就等下一道菜来吧 OK 我们压终于来了 然后现在先吃它的皮啦 晶莹气透对不对 然后沾一些那个甜酱 还蛮脆的 OK 现在我们就用那个面皮来包那个鸭肉 各位看 这是我最喜欢的吃饭 嗯 好吃 对 而且放那个黄瓜跟那个葱之后会很结密 现在有一种清爽的感觉 对吗 对 其实它肉酸嫩 嗯 它肉酸嫩 这是火那个超纹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鸭肉 就是它骗出来的鸭肉 所以总共有两盘鸭肉跟一个鸭皮 一个就是给你这样吃的 另外一个是给你包那个面皮吃的 所以大致上还不错吃一点 嗯 我们就继续吃吧 然后再看下一道来是什么 OK 接下来就是 避风糖 脆米 笋可以 然后就起来的是很香 然后上面有一些炸了的脆米 然后我们就试试看它的味道是怎样 嗯 嗯 它鱼皮很脆一下 它很香就是很香 嗯 嗯 它的鱼肉也是很嫩 啊 鱼肉很嫩 然后它皮很脆 这个推荐推荐 我们继续吃吧 嗯 OK 接下来就是鱼香茄子包 看起来好像不错一点 它的茄子是这样的 嗯 很香很香 嗯 嗯 还不错吃 就比较普通一点 然后其实它的茄子会一直满嫩 就没有特别 就OK的 现在我们看接下来是什么 OK 现在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道菜 就是刚才那个鸭肉 剩下的五根肉 然后我们就选择了叫椒盐 其实你还有其他选择 你可以拿来炒饭炒面 或者是姜葱炒 可是我们就选择了椒盐 咱们就来try try一下吧 我们八块一个 其实它炸的很脆一点 很香 很香很香 这个很配酒 这个很适合配酒的 这个很适合配酒的 买一个啤酒的 哇 超爽的 哇 它很香 它还没很甜 我觉得外脆内的 超香的 可是很适合配酒的 OK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道菜 然后我们就继续吃吧 然后吃完之后 我们再做一个小总结吧 好 OK 我们吃饱了 现在还了钱出来了 然后你觉得如何呢 首先我先讲那个鸭 那个鸭来讲的话 其实是好吃 然后它的鸭肉很闷 可是如果讲很惊讶 但是我又觉得还好 还是可能我的期望太高 因为我很想吃烤鸭 因为大家讲这个就是 新加坡最好吃的北京烤鸭 对 所以我可能期望太高 可是其实是好吃 然后也是它的皮很脆 然后它的肉很嫩 然后 然后除了鸭之外 所以其实里面这样多道菜 我还蛮推荐那个 顺可鱼 就是那个避风堂炒的 炒法的那一个 避风堂炸米 顺可鱼 对 那一道菜的话 它的那一个 鸭肉很闷 然后它的鱼皮很脆 然后它就是很香 然后如果是 我觉得啦 你要趁热吃的时候 它更好吃 冷了 它可能没有这样香 可是也是好吃 可是我觉得趁热吃会更好吃 OK 然后对我来讲 其实那个鸭肉是蛮不错的 它皮真的是很脆很脆 然后每次吃鸭肉 我们最怕就是很硬 可是它这个鸭肉 真的是很嫩很嫩的 然后除此之外 我也是很喜欢 之后那个炒出来的 焦 焦盐 那个鸭骨气炒出来的焦盐 那个真的是很香很香 然后那个配酒的是一流 所以我们现在打包了回去 好今晚你来捡酒来配 然后其他东西都是OK的 都是蛮好吃的 我觉得算是中上 还有它的烧肉 它烧肉 它烧肉就是皮很脆 然后它的肥肉跟烧肉 是差不多 那个比例是对的 它不会像有些烧肉很硬 或者太油 所以这个烧肉也是蛮推荐的 然后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 其实这间店的食物都不错 只是有点贵 然后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推荐的 北京考验可以跟我们讲 在下面留言 然后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然后记得为我们订阅 按赞 和分享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 Bye Bye 好 好